細節部分請各位自行在根據上面的畫面 去做相關的設定 我盡量有把那個畫面 把它做得還蠻詳細的 底下的話有個說明 你可以安裝一個叫Visio Studio 2015 的程式 也一樣可以把你的網站變成一個APK 不過底下這個部分 其實它的什麼呢 難度會比較高一些些 怎麼說呢因為第一個 你必須要先 他好像也要登錄那個 就是那個什麼 登錄那個帳號 登錄那個微軟的帳號 所以如果你沒有微軟的帳號的話 還是一樣 變成你要先什麼 先註冊一個 還好我 剛好有這個 我叫 Harmail 而且你要是Harmail 然後呢裡面的話 OK 然後就可以去下載這個軟體 這個軟體的話呢 基本上還蠻大的 你要必須把安裝起來 不過我覺得這個難度會比較高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你不妨可以自己再把 怎麼樣 把這個軟體叫Visio Studio 那你選擇的是 這個好了 這個叫 Community Community這個 為什麼選Community 因為Community 是 所謂的免費版本 如果你是選擇上面的版本 它好像是適用版 只能適用一個月而已 所以 你要把Community 然後把它 把它這個下載安裝的話 那你一樣可以按照底下的步驟 先 新一個專案 然後選擇那個什麼呢 這個Apache的 什麼這個 叫 Codiba 這個 這個App 然後呢 你就把這個選擇 直接在把 我們的網站放到 它這個專案裡面的 Triple Diode裡面 就可以 把它轉換成 APK 也是一樣 甚至可以把它上架都沒問題 只是說這個難度比較高啦 我是比較不推薦這個方法 我比較推薦第2種就是說 我們可以 到我們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可以看到我們的 零零的部分 那首先的話呢 一樣 連結到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的話呢 它叫 Adobe 的Phone Gap Build 就是說呢 意思是這個 所謂的Phone Gap 實際上這個Gap就是 兩者之間的一個尖距 什麼尖距呢 就是網站 跟 手機的App的尖距 它幫你把它 把它接在一起 有點像橋樑的角 意思是說你只要 把網站壓縮成 IP之後 它就可以幫你把它轉換成 可以安裝在手機的一個App 只是操作的方式的話特別注意 1 你要先登錄什麼 點擊這個 如果你點擊這個 它要你先登錄這個 這個帳號 所以你要Sign 然後呢 把相關的帳號密碼 如果沒有的話 你要Create一個 Continue 我這邊剛剛已經登錄過了 然後我的密碼 密碼我剛剛已經 把它輸入了 Continue 這個時候的話 就登錄成功了 不過它會出現說 你要不要把你的電話號碼給他 如果你不要的話 你就拉著鬧好了 OK先不要 當然你也可以把電話給他 驗證一下 好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 當然理論上如果你上個禮拜沒有練習 裡面應該是空的 可是如果你上禮拜有練習的話 會多一個 這個App 有沒有 目前 的App 那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PhoneGap 目前的服務呢 它只支援 上傳一個App 也就是如果你有第二個App的話 你沒辦法 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它底下有支援的平台 總共有iOS 不過目前你會發現iOS紅色 表示這個是不行的 這個小綠人的Google的 還有另外的話Windows的 Windows Phone 不過Windows Phone 理論上現在也沒什麼在用 所以基本上就這一個 為主 OK 然後會產生一個QR Code 如果你現在少了這個QR Code 那就會直接 把這個App 就是我們剛剛的那個綠島的那個 這個App 幫你怎麼樣 裝到你的手機裡面去 或者另外一個就是 你可以點選什麼 點選這邊一個小綠人 點它之後的話 它會下載一個 有沒有 點下去 它會幫你下載一個 APK 那這個APK 什麼作用呢 你如果說 這APK在 還沒下載完 在這裡 你可以把這個 檔名給 變更一下 因為它 下載的名稱叫什麼 PgBuild App 什麼 Debug 一串對不對 你乾脆改成 106 APP就好了 OK 也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要讓別人安裝的話 其實你就把這個APK 直接寄到它的手機 的信箱 或者直接傳給它 它只要收到APK的話 直接把它打開 不過打開的時候 一般會出現 就是說 因為它不是從 Play商店下載 驗證過的 所以它會跳出說 通常會跳出什麼 位置來源的 應用程式 那你要不要安裝 如果你要安裝 你可以選擇安裝 它一樣可以安裝 或者是說 你可以到設定裡面 把那個什麼 位置來源 或者不明來源的 選項 那個 你們可以找一下 安全性 還是應用程式裡面 有這個選項 你把它打勾 就是可以安裝外物的 那一樣可以把這個APK 裝到你的手機上面 或者是說另外一個方法 比如說你想說 老師 那將來如果說 我 上面這個 Phone Gap 裡面 只能放一個的話 那是不是我只能產生一個 QR Code 那不是很麻煩嗎 所以 有沒有辦法 如果要產生多個App的話 那我怎麼樣產生多個 QR Code 其實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利用什麼 雲端的方式來完成 什麼叫雲端的方式來完成 第一個就是說 你可以 在你的雲端硬碟上方 我先找個地方放 比如說 可能我的雲端上面 我找一個地方放 找那個TEMP好了 我這個TEMP裡面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 我要把我剛剛下載的這個App 也給別人安裝的話 除了說可以 可以用那個 Adobe PhoneGap 網站提供的空間之外 我可以先把這個APK先丟到哪裡 先丟到 我的雲端硬碟上面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我再把這個APK 怎麼樣 做共用就可以了 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在這裡 第二步的話 我把它按右鍵 可以共用 那共用的時候的話 我只要什麼 把它做取得那個 變更使用權限 讓別人也知道 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的話 只要知道連結的都可以下載 那我 再把上面的那個連結複製之後 不過目前 當然你給人家這麼長的網址 其實非常的不方便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如果要變QR Code 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前面不是有講過嗎 你可以用什麼 GG.GG 有沒有 然後再把剛剛的連結貼上 這連結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它不是有個Shooter 你可以把它Shooter之後的話 它第一個會產生一個短網址 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產生一個 這個QR Code Open 哪一個 這個QR Code 有沒有 這個時候的話 一樣 別人也可以少這個QR Code 一樣可以從雲端上面去下載 所以 用這個方法 基本上就可以破除 就是說 如果你那個 Fonecap網站上面 只能幫你 轉換一個的問題 也就是你可以 怎麼樣 可以先 把這個 APK 第一步 先下載 所以 Step1 先把它下載 Step2 就是 把它從 下載裡面 把它做 變更名稱 這邊已經變更過名稱 所以第2個的話 你就把下載名稱改成這個 Step2 所以 1 下載 2的話 就是把它改名 3的話 就是 上傳到 我們的雲端 硬碟上面去 找個地方給它放 4的話 就是 你就是把它共用就可以了 共用之後的話 記得 一定要取得連結 OK 一定要讓別人知道連結 你不能用限制 限制的話 就跟之前有蠻多同學交作業給我的時候 就是用限制我都看不到 OK 那 那個 可能會斟酌扣分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知道連結的使用者 然後 再把這個 網址複製 複製之後的話 你就直接 這個什麼 在gc.gg裡面貼上 然後產生 QR Code 就OK了 所以以後的話 如果你們交作業 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要不就給我一個短網址 加 QR Code 那我可以 因為我主要就是說 我第一個 我可以 下載到我電腦上面 第二個的話呢 我也可以下載到我的手機上面 那我可以產生一個 QR Code OK這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所以將來的話 用這個方式 我就可以 不斷產生 多個 多個APK檔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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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